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我是黄雪盈 和大家先跟进 隔晚欧美股市的最新情况 见到美股收市变动都不大 市场对于中东再燃战火的忧虑 不利投资气氛 而能源股又跟随油价反弹 令指数最终个别发展 杜瓊斯指数收市报17,049点 跌19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4,591点 升5点 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1,997点 升1点 指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公布 截至6月9日的一星期 美国初领失业金救济人数 有31.5万人 按星期计增加1.1万人 教市场预期的30万人为多 另外截至8月30日的一星期 美国逐申领失业金救济人数 去到248.7万人 按星期计都增加9000人 接着我们看看在美国买卖的港股如托证券 造价变动不大 汇丰折合港元收报在82.28元 教本安收市价下跌0.45% 中移动下跌不够1% 收报在99.73元 中海油收报在14.66元 上升不超过1% 而中石化收报在7.74元 下跌挨近1% 中联通都要下跌 收报在13.63元 教本安收市价下跌0.26% 而中人壽上升挨近1% 收报在23.2元 中石油收报在10.72元 上升不超过1% 至于欧洲股市方面 三大指数都未跌收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在678.99元 跌30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 收报在9691点 跌8点 巴黎剑指数 收报在4440点 下跌9点 商品价格方面 国际油价上升 中东冲突升温 但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行动 也有所升级 抵消供应增加 以及需求减少的不利因素 牵动油价低位反弹 到升收市 纽约10月旗油 收报在92.83美元 升1.16美元 伦敦 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报在98.08美元一桶 上升4美先 金价连跌4日 跌至7个月的低位 继续受到乌克兰局势紧张影响 加上美元上升 令到市场揣测 联邦储备局可能有提前加息的行动 拖累外围金价进一步回落 连续第4日下滑 纽约12月期金收报每盎司 1239美元 下跌6.3美元 至于美元汇价方面 美元兑港元7.7502 一元107.187 欧元1.2917 至于英镑1.6242 瑞士法郎0.9364 加元1.1074 1.1047 欧元0.9087 纽约0.8172 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2.55厘 30年期债券3.27厘 外围的情况就先报告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加回给你feel 谢谢雪盈 身边卓族要求政院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阮子熙Harry 为我们分析外围的视况 Harry早安 早安 美股昨天叫做个位开出 曾经跌过八十几点 臨尾收市修复大部分的失地 只是跌了十九点 导致似乎不太跌下去 但见到作业人数方面 其实不是做得太好 你担不担心就业人数做得不太好 反而退迟了联储局加息的预期 如果你说本身对于就业的情况 隔晚这个数据 即每周新申领失业救济金 连续两个星期都有一个上升 令市场有点点担心 但我会觉得 其实投资者都是抱一个观望的心态 虽然上个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 比市场预期少很多 但我会觉得大家都抱着一个期望 或者一个心态 看一看之后劳工部 会不会上调 因为上调的幅度 其实在以往一年里面 试过都几万个几万个上升 所以本身的劳动数字 究竟是否实际是14万个 这些新增职位 大家都仍在观察 所以你说劳动数字 为何大家会怕加息 就是因为大家不太担心 所以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这个数字 对于你说近晚美股 初段是会有一个受压 但及后这个因素 已经很快被消除了 见到奥巴马总统 就说会空襲 敘利亚伊斯兰国 你觉得这个空襲行动 整个事件的牌都摊出来了 我会怎样我会怎样我会怎样 你觉得对整个地缘政治来说 会否反而有些降温的作用 如果你说奥巴马这个举动 我会觉得地缘政治 是不是降温 我自己看股市的情况来说 未必完全是 始终你说 看到一些商品价格 都是有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 当然 这个有另外一些因素 再有支持的一个作用 但是近期的局势来说 我会觉得 对于奥巴马 其实是否 派出一个地面部队 或是在空襲範围 擴大 有很多讨论 所以 现在的形势上来说 如果你说 伊斯兰国坐大 每几个星期 有一个美国记者 其实气氛上 未必完全地降温 不明朗因素 稍微消除了 但是 对于 大家也猜 美国政府也不够胆 去派出地面部队 但是 对于整个气氛上 或政治形势上 又见到 美国的官员 又走到土耳其 又开始支援 其余的一些国家 我会觉得 这个所谓 紧张的局势 可能都会维持 一两个月 直到 本身 是伊斯兰国里面的 渲染 或者气氛上 慢慢地消除 我才觉得 气氛会降低一点 如果是这样 你预期美股 未来会如何走 下个星期 联储局就会开始意识 美股来说 我不估计 本身 没得估计 如果你说的形势上 大家的看法 其实都一半一半 其实 现阶段 上到高位 回吐了少少 如果你说 形势上 是不是真的会看下去 我想大家 其实很多淡友 都不敢看 探美股 但是 下个星期 究竟 议息会议 究竟 字眼上 会有一些转变 或是 整个气氛上 会有一个大转变 我个人觉得 机会不大 始终 本身 对于联储局 看劳工数据 那方面 比较反复 我认为 他们没有那么快 够胆 去把字眼上面 吞吞吞吞 所以 加息预期 或是 憂慮 会在那里 对于 道指 或是美股 我认为 好小小的 个别因素 例如隔晚 我们见到 一些能源股 跟着油价去移 令到指数 波动性 比较大 最初 跌得很厉害 及后是能源股 抽回上来 所以 如果 本身 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暂时未有 但是 你说指数 波动性 日中见到 倒跌倒升的情况 可能 六七十点 一个上落 是会见到的 但在一个方向上 暂时未见到 刚才你也帮我们提过 能源股 令到美股沉迷 跌幅 就由大为收窄了 看油价贡献了不少 刚才看到油价从低位反弹 主要几个原因 刚才提过 伊斯兰政国的空袭 欧俄地缘政治 同样时间 美股指数 也略为回落 令到油价上回来 你怎样看油价来的走势 美股指数 是否比较佔一个 比较重要的成分 对 如果你说油价来说 隔晚的波动性 主要来自 IEA的一份报告 就是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 每月报告说到 他们调低了 14年和15年的需求 预测的增幅 这方面 对于油价 开头的时候 还跌到近期的低位 但是 及后 完全是因为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 制裁可能会增加 令到油价在低位之后 有急剧的反弹 所以 我会觉得短期来说 可能有些技术性反弹 都会继续看到 始终 大家都在等待 制裁方面 是否真的会加大 加大的力度是多少 所以 本身油价来说 都跌了很多日 我会觉得 其实技术因素 都会续促使到 无论说 布兰德旗游 或是纽约旗游 来说 有个技术性的反弹 好 这一节和Harry 聊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看看 欧洲方面的示范是怎样的 稍后回来再见 好